第四百三十六集 梦幻泡影星光散尽 一尊铜鼎 莫然现世 第三宝鼎 前面星光如沙衣缓缓退去的轻柔舒缓 与最后一刹的轰然崩溃 莫然现出高台全貌的突兀 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时间那高台的顶端 以及其上的镇压之铜顶 就好像猛的一下跃入了众人的眼帘 这是 刹那间所有人的目光 理所当然的尽数凝聚到了青铜顶上 甚至连高台浮现铜顶现身 导致这方天地的无穷变化 也不能分散他们的分毫注意力 只要心智正常的人都能清楚地知道 在这个时候 这座浮现的高台和铜顶 便是这星天镜中最鼎鼎重要的密宝 除此之外 所有的一切皆可忽略 怎么会这样 众人的目光中 多为探究 好奇 渴望 只有张凡一个人不为人注意的略一皱眉 显然眼前的情况多少出乎了他的意料 这是第三宝顶 第三个青铜顶 这点绝无疑虑 可是问题是 这青铜顶的身上 为什么与他怀中的那两尊大不相同呢 此时 出现在他面前的青铜顶 形质 轮廓 没有问题 正是独一无二的样貌 让他觉得奇怪的 却是在顶身上 那始终笼罩着的一层 混沌和迷茫 这层混沌 看似薄如蝉翼 恍若残勇 轻薄 而坚韧 隔绝了青铜顶本身的气息 以及众人下意识的探查 先前高台浮出之时 张凡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固然其形质与早先在外界意念悠游而入时所见的相同 但是其气息却是少了那一分的蛮荒和晦色 陡然雄霸天下 给人朝不宝夕 盛极必衰之感 现在 见到这层笼罩在青铜顶上的混沌迷蒙 才算是知道了 这个感觉的源头何在 这层混沌迷蒙 将青铜顶上的名文 以及其气息遮掩得结结实实的 少缺了青铜顶的厚重悠久之感 少缺了气韵镇压 蛮荒晦色 整个高台 甚至这方天地 就是减缺了底韵悠长之感 可惜了 不为人注意的 张凡案子摇里摇头 现在的这般情况 也算是将他最后的偷懒的想法扼杀了 第三青铜顶代表的是无上的神通 以整个世界的一部分气韵 神通自然不必说 志在必得 以整个世界的气韵为一众青铜顶瓜分 他并不知道这些青铜顶一共有多少个 因此也就无法推断出 每个青铜顶上蕴含着原本世界的几分气韵 但是无论是几分 这些气韵本是一大世界的存在之根本 现在宁于一个人身上 那都是无比恐怖的事情 这些年来 他张凡无往而不利 偌大的气韵 盖世的机缘 除却他自身的努力之外 这些气韵重宝 可以说是起到了最大的作用 张凡多少年风雨过来了 自然知道 是有精有全 若是良者权衡 生命作为赌注 万般无奈之下 他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那就是铭记下青铜顶上的神通 暂时舍弃这个铜顶 日后再想办法取回来 现在这混沌迷蒙之气一出 他就知道 这个如意算盘 算是打不响了 若说前两个青铜顶 颇是有点留赠有缘人的意思 最终也的确是落到了张凡 这个有缘人的手上 但是这最后一个 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了 从这层混沌迷蒙就可知道 尚有一重考验在这 恰在张凡神色变换 此时在想到了考验为何之时 几声噼里啪啦像鞭炮一般的脆响 漠然在青铜顶的周围爆发 混沌迷蒙颤动了一下 一掌一缩 沙时间五点火星炸现 旋气湮灭在了风中 同一时间 疏吞天 龙腹海 孔风 星尊 星君 这五大猿鹰真人 奇奇地发出了一声闷响 两枪而退 多者七步 少者四五步 方才止住 顿时五大猿鹰皆是面露 骇然之色的望向铜顶 便是口角溢出的鲜血 顺着下巴躺下来 也不曾有分神擦拭一下 厉害 不知何人 骇然出声 众皆点头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以其猿鹰真人的神通和修为 竟是连看似薄弱的一层 混沌和迷蒙也不能破 反而被其所伤 当然厉害 这一幕一点不差的 被张帆看在眼中 暗自偷笑 先前 他虽然没有出手 但是舒吞天等人的举动 怎么可能瞒得过他呢 他们五个人 几乎在青铜鼎县市的同时 便第一时间以神识查探 显然是想侵入到 那层混沌迷蒙当中 一见青铜鼎的真容 对此 张帆没有出言提醒 更没有掺和其中的意思 这种自不量力的事情 他自是不会干的 这青铜鼎的厉害 所代表的意义 天地间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了 别看这薄薄的一层混沌 若是不得其法 别看他们五个人皆是原鹰真人 也休想撑动其分毫啊 这到底是何宝顶 即便是星尊这个常年身居高位 以至气势惯了 养出了一副喜怒不形于色的一方霸主 此时也忍不住惊呼出声 与此同时 众人的眼中同时亮了起来 此番的试探无果 反受其累 众人却没有丝毫失落之感 反而一个个更加的热气了起来 外面一层保护就如此了得 能够伤得了原鹰真人 其中的秘宝又该有多珍贵 这可想而知啊 受到了他们五个人的刺探影响 青铜鼎上的那层混沌迷蒙 仿佛有生命一般 蠕动了一下 漠然浓缩 贴伏到了青铜鼎上 不再像先前那般似云雾迷蒙了 此上看去 俨然有点丝绸一般的质感 这下在防御变得愈发强了的之外 也将青铜鼎的轮廓 彻底的清晰的暴露在众人的面前 架在此时 龙腹海精一出声 诧异无比的望了张凡一眼 眼中神光闪烁 仿佛察觉到了什么 感觉到了他的目光 张凡回望了一眼 悠然自若的一笑 好像没有看到他眼中的探寻一般 在张凡的身上得不到答案 龙腹海也只得纳闷地收回目光 倒也不敢肯定什么呢 龙腹海的这个举动 不出他的意料 无他 当年能和龙腹海相识 就和灵界御令 契运重宝有关 要说其压根就没有见过青铜顶的样子 那谁也不信 上界的高人 想要这些下界的原因来帮助 即便是说不清楚 至少也会提供张凡的形貌 和气韵重宝的样子 否则让别人如何来找寻呢 想到这里 张凡若有所思地望向了星辰殿 两个原因真人所在的方向 先前在龙腹海探寻目光望过来的同时 他也依稀感觉到 仿佛有另外一道灼灼的目光 刺在了自己的身上 这一眼望去 张凡不为人注意的略一皱眉 平静 无比的平静 无论是星尊还是星君 皆完全没有感觉到张凡的注视一般 更是不像偷偷地注意着自己的行动 哼 果然开始有意思了起来 旋即张凡洒然一笑 收回了目光 心中暗道 我倒要看看 这大幕会是由谁拉开 这幕后又会是何方神圣啊 道德此时 试探也试探了 怀疑也怀疑了 虽然众人的心中念头各异 却是有一点相同 那就是把目光从青铜顶上收了回来 无论那是何等的一宝 皆不是轻易可得的 上面的混沌遮掩 亦或是眼前的同伴皆是阻碍 这些问题不解决 就是望眼欲穿也是徒劳 这一心神收敛 众人才发现 随着青铜顶的出现 这星天浮岛之上 俨然天翻地覆的变化 星天上 无尽遥远的星空处 所有的星辰 好像有一道道 无形的星光轨迹作为引导 彼此靠近了过来 凝成了一片片的漩涡星云 疏忽远去 好像此处有什么恐怖的风暴在酝酿 便是这些星辰 已聚受其波及 就这么片刻的功夫 这些闪烁不定的璀璨星辰 渐渐地在无尽远方淹没 整个星空只有无边的黑暗凝聚 犹如暴风雨前沉沉压下 尖程意味之欲催的黑云 当其时 偌大的星空 只有脚下浮倒淡淡的星辉 只有天上的穷顶 星光闪烁 张凡他们头顶的上空处 好像镶嵌着一般高挂着的星辰金 倒是没有随着浩瀚星空远距 依然悬于远处 扑闪扑闪地 犹如在调皮地注视着下方的众人 少缺了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星辰 这些星辰金 显得越发地清晰和明亮 每一颗切如最绚丽的星辰宝石 变洒星辉 当这一切变化结束之后 阴霾四起 好像天地间有无尽的力量汇聚 宁到了星天浮岛的上空处 营绕于众人的头顶 俨然天气陡变 云雾乍显 见得如此 张凡等人先是一惊 继而色变 非是惊慌 而是狂喜 让他们神色发生如此变化的 乃是这些融融雾矮当中 似有落雨纷纷一般 万道金丝垂落于人间 在这些垂落的金丝中 似鹰落一般 贯穿着点点纯粹的金色圆珠 这些圆珠晶莹剔透 一看就知道 乃是如露水般的天液凝旧 随着万道金色 在纯正到极点的光辉当中 若甘霖一般 仆降人间 地流江 这里怎么会有地流江 书吞天惊呼一声 手掌平身 将一线晶莹 接到了手掌中 无声无息 无痕无忌 金光 并着那点天液凝露 浸于肌肤中 消融于顷刻之间 再不得见 啊 呈出了一口气 书吞天 仿佛被久久压抑的地穴当中 浮一破出 顿感空气无比的清新 贪婪地深吸着 舍不得吐出分毫 地流江 竟然会出现在此处 张凡学着书吞天的动作 将一点地流江 接在手中 一样的消融无踪 缓呼间 却有一股 仿佛液体一般的灵气 从掌心使出 游走于周身 惊形之处 每一处 每一个细胞 每一处经络 都在缓呼着 雀跃着 抖现活力 做出这般动作的 并不止 他和书吞天两个人 同一时间 场中的六人 皆是如此 便是那沉醉的动作 也是一般无二 此物 他们可说是听闻久矣 却都是第一次看见 故此 明知是暴殿天物 众人还是忍不住 吸纳了一滴 于己身之上 地流江 这东西 在太古神话传说当中 可是占据了一个 极其重要的地位 也难免他们会如此 此物的出现 与消失 都是一个谜团 只知道 在太古天庭 最为鼎盛的时候 也是妖神称雄天地之间 全无抗守的 全盛时期 地流江 第一次 在天地间出现 他是因河而来 因河而散 无人知晓 好像通体 都是谜团 倍增其神秘的色彩 地流江的出现 和消失 即使突然无比 笼罩在谜团中的 消失在历史长河当中 但是有一点 却被人 铭记至今 妖族 可以说 妖族 这个在数十万年 修仙史上 留下浓墨 重彩一笔的种族 乃是因为 地流江而生的 在此之前 只有妖神 而没有妖族 妖神的强大 从来只是个体的强大 不可复制 无法传承 故此 虽然强极一时 甚至占据了天庭 为三界的至尊 却称不上 是一个种族 一直到地流江的突然出现 这一切才发生了变化 此物的真正作用 无非两个字 那就是 启灵 开启灵智的意思 要知道 妖兽天生强大 本体就是最强的法宝 本应当是天地之所钟爱 身当为天地至尊之种族 可是奈何 妖兽的缺陷 却是有一样 非常的明显 那就是 不开灵智 不到七界 就不能开启灵智的妖兽 和野兽相比 又有什么区别呢 充其量 也就是身具妖力 力量更强横的野兽罢了 故此 只能称之为妖兽 这一切 在太古妖神入主天庭 制霸天下之后的某一天 终于发生了变化 当其时 天上的日月星辰天地精粹万物之灵 尽数地被抽取 化作了云与甘霖 仆将人间 这样一些 如金丝阴落的天夜凝露 受贿者 当然不仅仅是妖兽 可是真正的得意者 却非妖兽 啊不 此时已可以称之为 是妖族莫属了 那些天生灵智的种族 即便是再受其异 也不明显 可是妖兽 一经启灵 就依仗着 其天生的强大肉身 可以说 真正的战力 立即就强大了数倍 再加上不及期节 就可以开始修炼 整个种族的实力 也瞬间为之膨胀 简简单单的启灵 这二字 却是对天地法则的直接挑战 从古至今 不知道多少人猜测 到底是何等的逆天强者 才可以漠视天地的规则 行此逆天之事啊 人类 天生道体 生而有灵 为天地之所钟爱 当然 也有其脆弱的肉身 短暂的寿命 作为瓶颈 而新生的妖族 在地流疆的影响之下 在近乎完美强大的身体 还有早早开启的灵智 天赋的神通 以及后天的学习 真真正正的成长为了天地间的第一种族 自此之后 方有了妖神 十余万年来 为天地至尊 三界之主的辉划 小子 你在想什么呢 苦道人立鹤出声 说不出的恨铁不成钢之意 还有浓浓的惋惜 张帆默然惊醒了过来 举目一看 但见无论是疏吞天等化形大妖 还是星尊星君两个人类原因 都是取出宝物 大肆地收取的地流疆 如此的良机 岂容错过呀 此时的地流疆 固然比不上太古之石 那普将整个天地的恐怖数量 但是也为数不少 要不收取 怕是此后无数年 再也没有这等机会了 疏吞天等人自不用说 收了这些地流疆回去 不知道可以培养出多少小老鼠 小蛟龙 小孔雀 这星尊等人 就算自己不用 培养一下妖兽 那也是大赞的呀 张帆自然不会看着他们占便宜 自己在一旁干看着 不过他不着急就是了 真要抢 他们谁能抢得过张帆呢 张帆欣然一笑 大秀一张 煞时间狂风大作 漫天席卷而过 出始之时 尚是无形的飓风 到得后来就好像飓风在大海中刮过 卷起无量的海水一般 整个龙卷风看上去 金光水润 不知裹挟了多少地流浆在其中 在这一刹那 从天上刮落下来的金丝 竟是一时为之指 尽数都让张帆一网打尽了 你 顿时 书吞天等人眼睛都绿了 一个个鼓动着神通 再也不敢被动收取 那样的话 连根毛也落不着了 与他们的匆匆忙忙相比 这张帆的动作可就优雅舒展得多了 乾坤秀舒展之间就有一道飓风吞吐秀间 同时一个青玉葫芦在手 顷刻就把大股大股的地流浆灌入其间 就这么悠哉悠哉 一秀一秀地扫过 从天而降的地流浆足足有七八成 落入到了他手上的青玉葫芦中 只要努努力他就是把这些地流浆全部包圆了 也不难 不过做事可不能做绝了 现在他轻轻松松扫去七八成 其他这几个人的眼睛都有点犹虑转红了 要是再搞搞不好就得惹众怒了 耍 大秀招展呼啸而过 最后的一片地流浆也被张帆收入秀中 乾坤秀收回 星光重新洒落 融融物外散尽 只有沁人心脾的心香 依旧回到 地流浆 止